安装Mblocker 3.0的程式 那我们在官网下载这个可以做到快点两下 那3.0其实我觉得在 在它执行的时候 怎么点执行 就让它执行 安装当然使用 它会侦测这个程式 它语气其实蛮多的 就侦测作业系统 它做到是中文就按确定就好 好 这边就有同意 等一下我们今天可能3.0、5.0把门都装起来了 5.0可以进行AI的控制 人工智慧 那3.0我觉得它在 Mbar的机器人操控上 我觉得相对比较细致一点 5.0改版 其实它有些 素质的使用方式比较不一样 譬如说简单的说 一般它的LED亮灯是0到1023 可是那新版 5.0用什么 百分比在共识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 因为电脑是二进位 所以0到1023 等于1024的阶段 会比较合适一点 好 这3.0的程式 那3.0的程式 我们装起来 首先我们跟你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是大陆的公司 他们公司技术能力很强 这个他们公司有很多的套件 可以针对Mbar 增加很多的配备 像我们这台Mbar的机器人 它有最主要四个接头 1 2 3 4 2 3 现在已经接起来 3是接超声波 2是接循迹感应 1跟4是空白的 那他们公司里面有很多的配件 可以再买 比如说我买个什么 红外线感测器 你这个Mbar的机器人 就变成什么 防盗系统 我买个真烟感测器 就变成什么 消防警报 那一个晶片其实没有多少钱 他们公司有买一些套件包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标准的 标准就是 这个就是那两个接起来 也就是说 它可以再额外增加很多的套件 那现在我们把那个3.0装起来 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我要先把 因为这个Mbar的机器人 我可以把程式写进去 我现在要做第一件事情 要不要回复成预设值 我先回复成预设值 来 叫我重开机 来 那完成就拉重来